古天樂眾所周知 他是香港演藝界 香港創業工業界 一個非常善心的人 他做事是低調的 他未必需要人知道 但是大家知道 是我們有演藝界的人 或者創業工業的人患了癌症 他在生活結局的時候 古天樂也會鬆心真以援手 甚至乎古天樂是幫過很多人 而古天樂幫人有一個特色 他從來沒有需要大家知道 無需要高調宣傳 而且他對香港的演藝事業 一直是非常支持 這個支持 去到他幾年前 是願意投入了巨額資金 但是我相信幾年前的資金不是4億多 是因為超資 因為時間的延伍 或者後期製作的延伍 導致金額大幅上升 最終他用了4億5千萬 是拍攝了一套叫明日戰記的一個影片 一個影片 但無論這一個題材 或者無論這一個是演員 大家喜不喜歡 或者大家有沒有覺得吸引力也好 又或者他在中國大陸上演的時候 甚至被評分 只是五級裡面評為第二級 即是說並不是這麼高分 甚至乎可以這麼說 立剛見影的 高下立見的 大陸一套低成本的製作 是票房收入比它高幾倍 這一個可以反映 這一個戲 本身可能存在它一些在題材上面 或者是劇情上面的一些不吸引力 第一個不吸引力 是否等於我們唯一一個 是否決定入戲院 看這套戲的一個原因呢 我個人會覺得多一件事 我是不是入戲院看戲的 原因是入戲院看戲 所以我絕大部份情況都會睡覺 我其實不是太喜歡 看一些由人組織出來的故事 如果你看紀錄片 我不會睡覺 但如果你看一些故事片 我很多時候都會沒什麼心機看 就算有時候我陪太太看行劇 我都會看一半一半 都不知道她說什麼 因為我睡覺了 好了 聽演唱會我都會睡覺 我記得就是 我不是太多聽演唱會 最近有一套演唱會 就是方浩文演唱會 因為我有份贊助 但其他演唱會 我真的沒什麼聽 再去想回之前的演唱會 已經去到拍拖年代張學友演唱會 當時我跟著沒有聽 因為張學友演唱會 我睡得很軟 而且睡得有鼻寒聲 在她靜的時候 被隔離左右聽到 隔離左右不滿拍聲音 也覺得我不尊重表演者 所以我就跟著很少看演唱會 幸好在方浩文演唱會 我是沒有睡覺的 好了 跟著就是 對我來說 雖然我不喜歡 在一些 局限住我時間的環境 不論我去旅行 或者看電影 我都不喜歡局限我時間 所以旅行 我從來都不會跟團 我從來都自由行 我從來都自由行 很小的時候 我和老婆拍拖 未興自由行 我們已經自由行 已經買了一本書 我老婆認識少許日文 已經去日本周圍走 要鑽洞鑽那 甚至去一些 沒有香港人 沒有遊客的地方 只有日本人的地方 我記得當時 我們去溫泉 已經去到水上 Mini Kali的地方 就在東京和長野之間 坐車也是有點困難的 因為去到那裡 真的沒有英文 沒有廣東話 有漢語字 但是基本上 要用日文溝通 但是我們也是這樣走 原因就是我不想 我不喜歡 不喜歡被人局限 好了 但是我都會決定 去看古天樂的電影 原因很簡單 可能進去 我要鍛鍊自己 不睡覺 但是我這幾十元 或者一百元 我可以花過 原因就是 因為古天樂 是值得支持 如果他現在累積 是用了四億五千萬 去製作這部電影的話 如果這個數目 現在是確鑿的數字 甚至乎 可能還要增加的話 大家要看一看 四億五千萬 古天樂已經足夠了 一個以前成龍發跡的龍城堡 的地產項目 已經可以足夠了 他足夠資金 連銀行借貸的槓桿 可以啟動一個 可能斷十億 甚至斷十五億 甚至二十億的地產項目 在槓桿到十億 你不要說二十億 去做地產項目 他再有十個%的利潤 他會賺到一億元 現在呢 就算他是四億五千萬 是做到五億五千萬的票房 他也不會賺到一億元 因為發行商是拿了大部分錢的 即是說我們需要幫古天樂 盡量把這個票房抗高 現在他在大陸的票房 大陸當然人多 地大 自然是票房的其中一個 是最大的份額 現在他不是太成功 當然我們都要想方法 幫他做一個推動 希望大陸人都可以想一想 去支持一下他 支持一下香港的創業工業 支持一下古天樂 不要計顏色 古天樂可能要推個票房 推到十億以上 他才可能有些分紅 否則基本上 發行商和古天樂都要虧錢 古天樂和發行商 現在合約我們都不知道 如果他最終達不到四億五千萬 可能發行商虧的錢 和古天樂虧的錢都不少 我們現在在香港 能夠幫極的 都是幾千萬的票房 但是我們的幫忙 某個程度上 都可以令到古天樂 打到一個強心針 可以令到古天樂 是不需要考慮回來香港做宣傳 他盡量自己留在國內 甚至乎 是多些人 現在這麼孤獨 一個人去做宣傳 這個都很離譜 劉嘉玲在他自己的網誌上說 或者自己的投資instagram上說 古天樂一個人宣傳不太好 但原來劉嘉玲就是這套戲的主角之一 為什麼劉嘉玲沒有想去宣傳 劉嘉玲其實是滑頭 說一些滑頭說話還是什麼呢 我不敢批評 但我也不想說娛樂圈的事 因為我不是娛樂圈的人 也不熟悉娛樂圈的事 但我覺得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們需要支持古天樂 一個支持一個投資這麼多錢 投資了一個 明知有很大的風險 他明知可以投資在其他地方 他可以保證更多錢 但他願意投資在香港 投資在香港創意工業的電影工業上 去幫助香港其他電影工業的從業員 有工作 大家知道王夏衛也說過 在疫情的先後 因為社會運動 因為香港的電影蜥微 因為接著發生的疫情 所有電影圈都很嚴重的 林鄭月娥雖然夠過電影圈 夠過演藝界 但那些只是很皮毛的錢 結果古天樂都有 對一些失業 甚至生活出現問題的人出現救助 我們是不是應該 就這樣現在 在古天樂需要幫助的時候 我們還跟跟計較呢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跟跟計較 應該買張票 進去看一看 用欣賞的角度 看一看香港在創意工業 在後期製作 在這些製作上面 就算有瑕疵 就算有改善的地方 我們都可以提出來 我相信古天樂 不是說要改進去看 就給個五星的戲 那部戲如果有改善空間 我們可以適當持平地說出來 我相信對香港電影工業的發展 是一個助力來的 香港電影工業 曾經在東亞洲 曾經在亞洲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發行地 當時的工業當然 當然有其他 當時有徐克 有銅金寶 甚至有成龍 很多人 但是我們現在 比韓國 比台灣 比泰國 比中國大陸 比所有地方都超越了 我們是否真的 我們停在這裏不動呢 我們是否還有機會呢 既然有人試了 我們是否應該都支持一下 不要等他試了個人選手 不要等他試了個人肚痛 然後沒有人再夠膽 投擲香港的電影和創業工業 如果不是 香港現在 城市大學的多媒體 或者其他大學的一些 有關創業工業 或者電影工業的一些 或者演藝學院的人 讀的書出來就慘了 他們沒有辦法 保持著一個比較大的市場 或者比較活力的市場 所以我們 無論任何情況 在那裏看 當然 這部戲 是否應該看是一個因素 或者是你喜不喜歡看的因素 但是另一方面 看這部戲 原來是有意義的 是可以幫助到古天樂 是證明到 投資在香港的電影和創業工業 是不應該錯誤的 又或者甚至乎 是這樣做可以支持到 在香港很多大學畢業生 是參加了創業工業 他們落了很多心血在這部戲 他們究竟有什麼改善空間 他們究竟有什麼發展空間 究竟我們可不可以進去戲院支持一下 令到他們有下一個機會 去再改善他們的表現呢 這一個 我們任何的一個角度看 我覺得都要進去支持一下 希望大家像我一樣 都要在周末或者下星期 進去支持一下這一套 古天樂的明日戰記